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学区录制的C元视频教程 本节课我们讲解第17课 C元的一个负值运算这些运算符 那么我们来看如何使用 那么这个课非常简单 那么在我们平时运算中 我们把这些删掉 平时我们的运算中比如 定义一个I变量等于0 比如我们要对I进行一个加3的操作 比如说I等于I加3 这样一个操作 或者说I等于I乘以3的操作 这样的操作 那么就是有时候看起来就麻烦一点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简化呢 就是用我们今天所教的 我们同样的一个效果的代码 更短的代码来表示 I等于 I加等于3 这个代码和我们的这个代码是同样的 同样的效果 就是I等于I加3 这个同样的效果运算之后 大家可以去 我们可以自己试一下 我们就这就不是了 我们就这么说一下 或者说试一下吧 大家可能看起来清楚一点 好 我们首先来看I加3 编译 运行 等于3 那么就说明这个I I加3 复制给I之后呢 I就变成了3 那么这个是很正常 那么我们现在就换成一个更简单的写法 I加等于3 同样我们边运行看 同样也是3 那么就说明这个含义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大家去理解 那么同样乘法也是一样的 比如我这改成2 乘法变成 I等于I乘以 I等于I乘以3 同样的效果 我们输出I看一下 I等于6 2乘以3等于6 那么我们同样又换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I 乘 乘等于3 我们同样编译 运行 也是6 那么这就说明一个同样的道理 那么以及除法等等 那些都是一样的 还有我们这个取鱼也是一样的 那么取鱼的话 我们就讲一下吧 取鱼的话 像我们这 I等于I取鱼 百分号 取个2吧 这样我们就给个9 9对2取鱼 大家知道会剩下一个1 因为就是说I里面有多少个2 然后剩下的一个不够2的 那么就是一个1嘛 好 好 我们再运行 好 是一个1 那么如果说是换成4呢 那么取鱼这个概念 大家还是要去理解 4它也是一个1 2 4的半两个4 它就这样 如果是5的话 它就会留下个4 因为9里面减去一个5之后 它还剩下的就不够5了 轻评一下运行 就是一个4 那么这取鱼也是一样 换成这样 I 百分号 然后 等号 就是 把I对5进行取鱼之后 再复制给I 那么这种写法呢 更加的一个 据说是更加高效 不管是写代码 还是说我们的一个程序的底层处理 也是更加的高效 和运行起来同样的效果 那么写的代码量呢 也少了一些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 要讲的一个简单的用法 那么好 我们这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么多 如果对这方面 还有什么不懂的 就可以提问 我们看 就这么几个 加减乘除 还有这个区域 那么好 谢谢大家观看 本节课 谢谢大家观看